大家好 我是宝儿 这一集要为大家解码的时事是 塔利班新的宣言 你有没有想过塔利班政府颁布了新的选用 这是阿富汗女性的噩梦 在掌权三年以后 塔利班已经将其严厉的伊斯兰教令编入了法律 现在包括禁止女性在公共场所发出声音 禁止女性接受六年级以上的教育 禁止在大多数的工作场所就业 并禁止进入像公园 健身房和美容院等公共场所 没有男性亲属的陪同的时候 禁止长途旅行 出门的时候也必须全身遮盖住 而现在根据上个月晚些时候发布的114页的宣言 将所有限制女性的权利的塔利班政府命令编入了法典 大部分的禁令在塔利班掌权三年来已经实施 逐步的将阿富汗女性从公共生活中排除 然而对许多全国各地的女性来说 该文件的发布 感觉就像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跟报复 一些人曾抱有希望认为当局可能会推翻最严厉的限制 因为塔利班的官员曾暗示高中和大学最终会重新对女性开放 然而对许多女性来说 这个希望如今破灭 巴格兰省23岁的穆萨拉特法拉马尔兹说 我们正在回到塔利班的第一个统治时期 那时女性没有权利离开家 它指的是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的统治时期 我以为塔利班已经改变 但我们又经历了过去的这个黑暗时代 她说2022年在阿富汗短暂担任过 女性事务部部长的希玛萨玛女士 她这样子表示着 她说这个法律进一步的限制所有人的自由 但女性受害最大 即使背诵可兰经都不能提高声音 在这个地球上再没有第二个政权 有如此极端的做法 自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 系统性的剥夺了女性 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不太保守的城市地区 从美国占领阿富汗的20年里 争取到的权利 今天的阿富汗是世界上对女性最具限制的国家 也是唯一一个禁止女孩 接受高中教育的国家 该规定的发布引发了人们 对即将到来的镇压担忧 尤其是所谓的道德警察 这一些政府官员穿着白袍 驻守在街头确保该国的道德法律得到遵守 这一次的宣言首次明确了这些官员可以使用执行手段 虽然他们经常只是口头警告 但现在这些官员有权损坏人们的财产 或者是将反复违反道德的法律人拘留长达三天 甚至女性的视觉标志也逐渐从公共领域消失 过去三年里女性的面孔被从广告牌上撕下 学校的墙壁上的壁画被涂掉 城市街道上的海报被刮掉 全身穿着遮盖全身罩袍的女性模特的头部 被洗纸遮盖 对于在美国占领时间的这个期间 在女性机会时代成长起来的女孩们来说 全力的倒退可能是最难接受的 一些决心继续学业的女孩已经找到了一些临时的办法 女孩们在地下学校已经在全国各地悄然的兴起 通常是一名家庭教师和十几名学生常在私人家中 其他人则转向在线上课程 即便互联网时段时序 他们依然起而不舍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时事解码 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了要订阅 按赞 转发 拜拜